你可能不信 这个看着像婴儿的孩子 她其实已经16岁了 身高只有60厘米的她 被称为全世界最小的女孩 虽然身体还小 但她头脑却很聪明 她在中学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乔蒂是母亲阿姆齐的第五胎 但这一胎就让阿姆齐感觉到了异常 在她怀孕第九个月进行产检时 医生却告诉她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死胎 因为必超结果根本找不到胎儿的位置 医生说胎儿还没有成型 就像一滩水 也没有生命迹象 然而就在阿姆齐生产之时 医生抛妇产后 才发现婴儿竟然还活着 这根本就是个医学奇迹 医生们随即又宣布 阿姆齐的孩子又会在十分钟内死亡 但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出生时体重不到三斤的女孩 生命迹象显示非常稳定 似乎除了体型太小 其他方面和一个正常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骄傲的阿姆齐给她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乔蒂 阿姆齐一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 乔蒂的出生 奇迹在他们看来更像是神明转世 在接下来几年里 阿姆齐一家对女儿乔蒂有求必应 但随着女儿的长大 她和其他孩子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乔蒂三岁时 父母终于察觉到了问题 其他孩子都在不停地长个头 但自己的女儿身高似乎一直都停在这个阶段 阿帕齐和丈夫带着女儿去医院做检查 每个月都会记录乔蒂的身高体重 但自内以后数据就再也没有了变化 60厘米的身躯却承受着16岁的躯体 这也导致乔蒂身上有多处重伤 包括双脚骨折 并且乔蒂曾不小心摔倒 使得原本还能行走的双腿 自内之后就再也无法彻底走路了 乔蒂的双脚骨折从来没有痊愈过 他的父母带他就医时 医生们都判断 乔蒂身上的钙质不够 生长激素是由脑下垂体分泌的 但乔蒂的急性脑下垂体功能不良 所以骨头无法生长痊愈 除此之外 乔蒂还伴随着血液慢性缺钙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骨头如此易碎 在乔蒂的成长过程中 他需要一直忍受着不同于其他孩子成长的巨大痛苦 但乔蒂的家人始终小心翼翼地爱护着他 因为他们深信乔蒂是神的赐福 身高仅有60厘米 让乔蒂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不便 连水龙头都需要家人帮他拧开 个人用品全是婴儿尺寸 尽管体型上看起来像是婴儿 但乔蒂的喜好却和所有少女一样 他也喜欢各种首饰项链 流行的服饰 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尺寸 乔蒂的梦想是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所以他仍然坚持上学读书 追求时髦的乔蒂还会根据场合 让母亲编织不同的发型 在乔蒂的腿骨折之前 他还会和正常身高的朋友们结伴去学校 但生病之后 他又父母专门接送 刚开始进入校园时 身边的个头高大的同学 让乔蒂感到很害怕 老师还帮乔蒂准备了专门的桌椅 尽管个头非常小 但乔蒂的智力水平却没有丝毫受到影响 下课的时候 同学们还会像抱着孩子一样 抱着乔蒂玩耍 乔蒂的梦想是当女演员 小有名气的他 在当时就已经参演了 印度歌手米卡的一支专辑 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宝莱乌成名 随着年岁的增长 乔蒂的父母担心 自己离去以后女儿无人照料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治好乔蒂的腿 让他能够独立生活 并且追逐梦想 这天乔蒂和父母们 来到当地最大的医院 他们预约了脚型外科医生桑尼 希望能够治愈乔蒂的双腿 桑尼医生给乔蒂做了X光检查 然而照片结果显示情况相当糟糕 乔蒂的右腿和左颈骨都出现了骨折 因为这两处骨折都无法痊愈 行为组织甚至在开口处已经增生 断裂的地方也已经形成了甲关节 所以乔蒂一直用甲关节支撑自己走路 如果他不慎用力过猛就会严重损害到骨折处的神经和血管 不过好消息是 桑尼医生认为 乔蒂的腿是可以通过手术来治愈 通过矫正甲关节的位置 然后植入医用合金来固定骨头 并且可以重新实现乔蒂走路的愿望 并且他的身高也会随着骨头位置的矫正而拉长 听到乔蒂可以痊愈的消息 他的父母却并没有高兴起来 母亲阿帕奇害怕自己女儿脆弱的体质 无法承受手术带来的痛苦 但他们还是选择尝试手术 手术开始前的第一场难关很快来临 第二天一大早 乔蒂需要为手术进行必要的血液检查 但是普通大脚的针管 在乔蒂的手臂前显得如此的粗大 针头扎进血管后 乔蒂痛得大哭 护士尽管抽到了血液 但是分量不够 还需要再抽第二次血 乔蒂的父母听到女儿如此撕心裂肺的哭喊 立马叫停了检查 他们决定放弃手术 因为女儿既然无法承受抽血带来的疼痛 也更加代表无法承受手术 离开医院后 乔蒂父母没有带着女儿回家 而是去了远在一百英里以外的乡村 在那里 有个自身可以不靠手术 就能治好乔蒂双腿的人 这个乡村乌医 声称自己受到了神的托梦 他涂在乔蒂腿上的这些药草 是他按照神的旨意在丛林医找到的 只要敷上就能使乔蒂痊愈 然而 当问到他这些草药的药效是什么时 他却说 只有神才知道这些药膏的作用 他只是负责抹药膏和给人提供药水 涂上所谓的神药之后 乌医就用绷带草草的绑住乔蒂腿部的骨折处 一场治疗就此结束 阿帕奇和丈夫非常相信他们自己的选择 因此 无比深信乌医所说的话 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的女儿脱离骨骸 相比在医院花几千卢比来做手术 最后还无法保证手术是否能够成功 这种方式显然更加划算和安全 因为他们认为骨头迟早会自己长好 桑尼医生以客观的医学角度表达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 世界上除了矫正手术 其他任何的偏方都无法让乔蒂治愈 骨折是不会自己愈合的 迷信的涂药膏治疗更是无稽之谈 并且乔蒂越晚接受手术 他的骨折部位会随着年龄增长越立越深 个头也会变得越来越矮 直到最后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为止 乔蒂自从上一次抽血之后 手臂到现在还非常疼痛 他没有办法承受手术 并且他认为 现在的自己还可以走路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他都需要有人来抱着自己才能正常生活 手术似乎变得不那么必要了 并且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自己演员梦想 但未来他将会面临的真实状况 显然不会像现在听起来那样乐观 能很一样的缓 porte 至于清智的氏